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佛经里面是不是也有环保观念呢 圣言法师被称为环保和尚 他对环保有什么独到的看法呢 我们现在就来请教他 法师 首先能不能请您告诉我们 在佛教和佛经里面 有没有环保的观念 环保这个名词在佛经里面是没有的 但是佛经里面 处处都可以看到 有关于环保的内容 首先比如说我们 寺院的名称叫做繁差 这个繁的意思就是清静 清静的意思就是生活上面 是非常的简坡 非常的整齐 非常的清静 这个叫做繁差 差的意思就是个地方 那么可见的 凡是修行福法的人所住的地方 都应该就是环保住的最好的地方 因此在这个清静检查的时候啊 过去还没有那么高的环保意识时代 凡是清静检查 第一名的话 这个当地的第一名一定是寺院 而在肌肉方面来讲 我们也做得非常好的 就是任何东西啊 不会浪费 要无尽其用 不用的东西不会用 用多了东西 一定啊 一定要先加以处理 甚至于用过的东西 再用 用到不能用位置 才把它变成垃圾 所以在寺院里边 垃圾制造的也是特别少的地方 另外呢 对于这个自然的环境来讲 这是特别啊 对树林的爱好 培长培养的树木 因此呢在副教徒 群积修行的地方叫做丛林 对 丛林的地方就是许多的森林嘛 在森林里边修行 那以森林为家 所以凡是寺院所在地 一定是啊 临摹 从容 而到处是一片绿色 这三明水修 这是啊 修行扶法的人呢 最喜欢 而且是啊 就是他们培养出来的地方 另外呢 对于自然生态来讲 对于野生的动物来讲 就要把它当自己的家里的人一样看的 就把它当成了子鸡一样看的 所以在深山里边修行的出家人呢 常常跟多蛇 猛兽生活在一起 就好像是他的侍者 作为侍者就是他 帮助他工作的人一样 能够跟老虎生活在一起 跟蛇生活在一起 也跟当然路啊 一些另外的一些小动物啊 生活在一起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在人间呢 所见到的 环保做得最好的 应该就是啊 福教徒 修行的福教徒 所以我提倡环保 是这样做得不够的 是 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 您被称为环保和尚 那您为什么那么重视环保 那么在农产市 你们是听说环保做得非常好 能不能告诉我们是怎么做的 我不能够说 我们环保做得好 我刚才讲了 寺院的生活 本身就应该把环保做好的 要不然的话 那不像个寺院嘛 所以清净的反差 那就变成了 这个乌烟脏气的地方了 变成了垃圾堆的地方 那怎么可以 我们农场市呢 是这样子 希望能够恢复自然的生活 少制造一些啊 脏啊 乱啊 少浪费一些啊 有用的自然资源啊 比如说 我们 不用参金纸 而用参金布 一块布 可以用上一个月 两个月 反复地使用它 不用参金纸 那就少砍一些树嘛 另外我们呢 不用纸盘纸块 不用纸盘纸杯 纸碗 那也可以少用很多树嘛 我们用的什么呢 用不修钢的 我们也不用啊 那些做筷子 那也可以对自然资源呢 既省一些了 而是用 要就是啊 木筷子啊 一直用下去 用很久很久的 不是说用了就丢的 而且我们特别主张啊 用了不修钢的筷子 那不仅仅是这一身可以用 用不完 还能够传 作为传家宝 传到下一世去 下一代去 所以我们比如说 种的菜里边呢 我们不用农药 而用自然的堆肥 因此呢 这个菜园里边 所需要的东西 正好是厨房里边 要丢出去的东西 我们的菜根啊 菜衣啊 正好变成堆肥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 这个自然资源的 巡回的 反复的使用 希望是珍惜 这个我们这个大地啊 给我们的恩惠 那么一般人在家里啊 可以随手的 来做一些什么环保呢 很多啊 我们少用一些纸杖 同时用过的纸 把它收集起来 能够做再生纸用 还有我们到外边 去买东西的时候 处处都是啊 一些保利笼的 那一些袋子 我们就说 直接带一个环保袋 也就是用布 棉布做的袋子 我们这个袋子 可以反复地使用 用脏来可以洗 那一个袋子 可以用几年呢 我们现在用的是 那个帆布袋 不用啊 一些那个什么 尼龙的袋子 那我们这个 随时随地啊 比如说我们 看的报纸啊 看的杂志啊 也可以把它捆起来 回收 做就再生纸用啊 另外我们 垃圾的回收 不叫垃圾回收 不是我们叫做啊 资源的回收的处理 分类的 来给它 把它收集 然后呢 提供到 再生的地方去 比如说玻璃的瓶啊 剃的罐头啊 而且这样子做啊 我们就能够叫做爱护自然 爱护我们的生活环境 是 谢谢师傅 太师 听声音乐 있 幸福 失败 不 失败 holder 失败 也不是 难let 我义 对 4 7 7